大家好,歡迎來到《軍武器言》 今天這一節的《世界防火消息》想和大家討論一下高知鑫足的武器 可能是一個命中遇到它們最終的殺星 這個殺星如果真的做得到,很可能會令高知鑫足武器的神話終止 說到這裡,當然首先大家在2022年和2023年發現 這兩年的軍武字典中,最常見和最棘手的武器都是高知鑫足的武器 棘手到連美國自己測試的AGM-183A也不成功 高知鑫足武器看起來好吃,但其實不是易玩 中國和俄羅斯在這些範疇中是領先 但也在2023年,烏克蘭外國者成功攔截俄羅斯的匕首飛彈 這支高知鑫足武器當然成為攔截界的神話 但當中當然有cheating的地方,包括預先的懲監禁報告 才能給外國者這份優勢 所以純靠外國者的雷達、情報的搜集,然後要做反應時間 其實到時能否攔截到這個匕首的高知鑫足飛彈 都是不清楚的事 但anyway,我們今天會說到美國用甚麼殺手手段 似乎用衛星群去摧毀高知鑫足武器 但當中的技術細節是怎樣做呢? 以及如果做得到時,會否成為上世紀前總統列根的情況 又是一個星球大戰計劃,令中國和俄羅斯無所用無之地的情況下 美國又再次獨霸天下,無論是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手段 再次掩押各國,甚至將他們所有之間的同盟打破 會否又成為唯一的世界警察? 社會秩序和世界秩序又會變成怎樣? 我們今天也會為大家仔細研究一下 當然一開始的時間,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以及免費訂閱我們NHK的軍武器 我們便需要說到衛星群,即是如何摧毀高知鑫足武器 多時我們先說到高知鑫足武器的做法 首先,無論你在空中和陸上發射這支武器 通常都會有一個助推段,肯定不只有一段火箭 至少有兩段火箭助推,所以最後一節的助推火箭 理論上會將它們推進到太空邊緣 然後會掉下來,然後將彈頭送到太空邊緣繼續進攻 但如果在近地軌道或相當近太空邊緣的情況下 突然間太空武器遭受到衛星群攻擊時 又會發生甚麼困難的情況呢? 可不可能在座推器和彈頭鬆開,即是分離前的情況 就立即一次過將它們兩段氣打擊,令火箭的彈頭 都立即被燒毀的情況 但這個情況又要計算,就是這個彈頭的價錢 以及衛星的價錢,用一顆衛星去攔截這個彈頭 究竟值不值呢?有沒有成本效益呢? 都是我們透過Elon Musk,即是SpaceX發射 將太空發射成本大幅降低之後 無論從星鏈到其他商業活動中 一系列已經在美國嘗試用地衛星科技發射 已經將成本大大降低,所以為何衛星群現在被建議 可以成為一個對抗常規彈道飛彈,甚至乎是高車音速武器 其中一個有效的防禦手段 當然我們說到,在太空邊緣打擊高車音速武器 事實上都非常困難 原因很簡單,因為理論上 國防部現在要攔截這些滑翔段 它的速度是非常之高 即是我們說每秒1英里最少這個速度 本身它也有強大的機動能力 以及它又不只彈道飛彈,會飛到極高 以及彈道比較簡單 它的機動力和一個在大氣層內 地面仍然是比較低的飛彈路徑 令到很多武器攔截它時 我們俗稱是不上不下的情況 但偏偏對著近地軌道的小型衛星 反而這件事並非難事 因為我們說到,高車音速的飛彈 其實它們最脆弱的時間 就是它們在進入太空邊緣之前的情況 例如我們說到它們仍然在爬升階段 甚至乎在座推器仍然未跟它們分離 仍然高速地將它們推向太空邊緣 其實那時的軌跡是最容易得到計算 因為當時仍然未進行那個沒端的機動 所以它會跟傳統的飛彈一樣 仍然有一個可預測的軌跡 所以是更加容易被美國 無論是衛星或其他無人機等等的載具 更加容易被偵測和追蹤 所以整群的小型衛星 理論上在這個位置 如果做一個攔截的話 其實也未必不可能進行優勢的情況 包括因為它們本身已經跟高輸速武器 極度接近 以往能夠攔截 難度在於很多武器都需要由地上發射 即是可能在武器發射當初 那時候就用薩德的防禦系統 在地面發射 或者用神盾艦 在海上發射等等的情況 所以始終都是要後來居上的速度 去攔截和攔截窗口自然 在這個時間上要在地上追趕空中的飛彈 但固然窗口更加小 以及攔截率比較低 但現在如果衛星以日代勞 在近地軌道太空邊緣 就已經看著你來吃 當然它會作出有效的移動 以及在太空上 大家也清楚 阻力這麼小 移動非常有效 甚至乎本身的衛星不貴 等等其實的因素 已經告訴大家 衛星是一個有利的位置去攔截它們 亦可以在高次音速飛彈發射時 全程跟蹤 所以攔截的時候 其實成功率自然會大大提升上來 但大家也很關心 就是這些小型的衛星群 即是它們背後的操作原理 很簡單 因為它們本身是一個很大的系統 即是我們不能將它們一粒一粒 這樣看待 這些衛星群 因為它本身在太空邊緣 即近地軌道上運作 隨時有幾千粒這些小型衛星 尤其是我們說到SpaceX 我們說到星鏈 其實在技術上 以及在經濟上 其實絕對可能是可以發射大量衛星在上面 現在我們說近地軌道上 已經大概有五千粒這些小型的星鏈 而SpaceX在政府的合約裡 直接批准它們 最終的數量可以增加到一萬二千粒這些衛星 所以大家就能夠想像得到 即是在上升階段的時間 如果真的遇上這些數以萬計的衛星的時間 就有點像我們說的太空船要衝出去 即是行星帶 我們說小行星地帶 那麼多的穩石群 其實被攔截的機率當然會是十分之高 所以我們先說未有一萬二千粒 即是還要一些時間 現在只說這五千多粒小型的星鏈衛星 其實它們本身也透過國防部內的太空互聯網 已經全部連接 所以它們不是一粒粒孤獨的衛星 而是全部連線的一些衛星網絡 透過網絡 所以其實五千粒和一粒 理論上連結之後 分別不大 即是五千粒同時能夠分享到 現在整個太空的太細感知 所以如果其中一粒 衛星發現了飛彈射過來的時候 粒粒都會看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你可以描繪到 一個立體的太細感知的圖 全部網絡的衛星都會收到 還有AI當然能夠作出最好的分析 以及最好的運作去進行攔截 講到這些小型衛星群 就算中國和俄羅斯 它們有一招非常之厲害 就是我們稱為Cyber Attack 即是用網絡去進行攻擊 這個其實就算Elon Musk 在俄羅斯戰爭初期也遇過 即是遇過俄羅斯的電子干擾 他的遺盛 但當然最後 Elon Musk說過 他寫了一句指令 將整件事解決了 簡直厲害到 連美國 即是我們講到他們的高科技那邊的處長 都立即召見Elon Musk 請教他怎樣去做這件事 不過我們這樣說 其實你說要干擾一粒半粒衛星 當然問題不大 但問題就是那句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網絡 所以這種網絡 其實它本身 你一粒兩粒衛星被攻擊的時候 其他衛星其實它們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它們都可以立即作出支援 支援這些衛星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中國和俄羅斯 我當它們好像電腦病毒 最後真的成功入侵到 10粒、8粒、20粒、30粒 這些衛星的情況下 其實只要將它們報銷 並且不要讓它們的病毒 或其他情況干擾到更多衛星的時間 其實對整個網絡 但這個網絡未必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本身用10粒衛星去攔截高侵速武器 現在受到干擾了 不要緊的 手粒退出 再換10粒上去 去攻擊下一粒高侵速武器 這個往往 就算中國和俄羅斯的黑客 你多高手也好 在太空的移動速度來計 你也無法立即轉移攻擊目標 然後有效地令高侵速武器不受阻攔 繼續攻擊其他地方 這又會帶出小型衛星群另一個優勢 小型衛星群另一個優勢 在於它們真的有先進的自主性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 當然你可以第一就是 它自己真的能夠思考 自己能夠做決定 但另一個 其實未必會這樣 但它本身的program 都令到它有一點點智慧 它們也知道 在某些情況之下 應該怎樣處理 我們這樣說 在網絡上 它們也有一個主幹道 它們會允許 這些小型衛星 在一定的AI程度之下 去協調它們的工作 舉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 如果這批封群的衛星 發現了有20個高侵速武器 接近的時間 衛星到時不需要 像我們人類那樣 判斷這裡 然後又要決定 assign誰打誰 那就有個回應的時間 衛星很快 對的了 立即它們的AI 將它們佈置後 用一個最適合的途徑 最適合的動力和距離 然後決定用哪些衛星 嘗試去攔截那些高侵速武器 基本上感覺有點像 我們平時射的散彈槍 甚至乎 可能它們會決定 每一個的火箭 即是它們的動能 它們的角度 或者它們的位置 可能需要用到不同數量的衛星攔截 可能有一個用五粒 有一個用十粒 有一個用兩粒 有一個用兩粒就完成了 然後計算好之後 可以用一個極快的時間去攻擊 如果攻擊成功之後 當然網絡少了衛星 不要緊 很快便其他衛星 就能夠立即取代 佔據它本身衛星群的位置 如果還有其他助推器上來 繼續攻擊 基本上是整個網絡 面對著對方孤狼式的 十支八支的高次音速武器 那種打擊方式 所以這種打擊方式 除了打擊高次音速武器 其實面對著對方陸機和海機的防禦系統 我相信對著美國或他們的盟友 都相當方便 甚至乎不是每次都要用到物理的形式 整架衛星打擊對方 有些衛星可能裝備了其他武器 例如有雷射武器 所以如果對方真的 即高次音速武器推到來 可能用雷射武器對付它 射盲了它的導航器 甚至乎令它改變了它本身的軌跡 引導它去錯方向等等 其實都能夠有效地做 這些其實都可以得益於最近發展的人工智能 令到這些小型衛星 它都是一定的自主能力 甚至乎這些自主能力 你說很先進呢? 其實現在美國都大量應用了它們的無人機 包括水面的無人機 水底的無人機 甚至乎我們現在說中城寮機 即是貼著第五代戰機飛行的 空中的中城寮機 其實大致上都是在用這種能力 所以說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想得到 這種用衛星群作出攔截 其實已經開始一個很大的成本效益 即是在這裡 所以它這個成本效益 足以令到對加 有一個問題出現就是 現在你去發射飛彈去攻擊 就算你說攻擊以前的衛星也好 或者現在去打擊其他目標也好 其實都幾明顯衛星去撞過去 尤其是在座推斷的時候 它的命中率其實是十分之高 甚至乎衛星去追蹤你每一顆飛彈 基本上就真的非常有成本效益 例如說 就算你捨得放幾百飛 即是我們說每一飛 可能過千萬美金的飛彈 你都夠膽放幾百飛的飛彈過來 即是無論你我所說的 是常規的彈道飛彈 高知欣促的武器也好 其實都沒有辦法 即是充越到 這裡說成千上萬這種衛星群 當然可能都未必能夠全部 攔截得完 即是可能也有機會有十粒八粒 讓你離開 但當然出到來 其實那個攔截率 可能已經高達八成五或者九成 這種巨大的反應能力 將這些飛彈摧毀 其實這些衛星群 就已經給了很多國家一個訊號 就是一個很大的威懾 這種威懾 差不多跟以色列我們說到 那個Indom鐵窮系統 那種這麼出色的攔截效率 已經是相提並論 如果某個國家真的用1000支高知欣促武器 去嘗試取得大概50至100支高知欣促武器的特防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不肯定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一個聯盟 而這個聯盟 那種燒淺的高知欣促武器 那種彈道攻勢 但反過來 對方當然 那個拿截系統 可能都沒有了幾千飛的衛星 但對方都能夠立即 例如用星鏈的形式 有一次過 幾百支或者幾千支的衛星 立即送入軌道 成本上 其實便宜過高知欣促武器 很多 所以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大家發現 之前Elon Musk的發射 太空上的成本大量降低 亦令到全球 基本上衛星發射的機會交付給美國 大家便清楚知道 真是由星鏈開始 這些微型衛星、小型衛星的操作 其實已經不只是普通通訊、偵察、懲監精 真的到達到現實階段上 他已經能夠將它武器化 當然這個 中國看到、俄羅斯看到 當然就算是美國 或者其他盟國 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這些小型衛星 將來的國防上的積極作用 所以很明顯 我們說到這些監察衛星 或這些間諜衛星 或近地鬼都的衛星 都已經由普通的太空偵測或情監精 已經轉變成為一個積極防禦系統 即是說如果未來真的有其他新型武器 全都是動能武器為主 主要都是彈道飛彈或高昌速武器的打擊 但始終他們飛行到一定高度之前 他們受到衛星群監視和攻擊 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 老實說到衛星的轉型 由以往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裡 其實他們最主要都是天眼系統 即是天璣熊外衛星系統 率先在世界各地留意任何特別的熊外信號 火箭發射小不免 就算你如何隱形 你也無法將溫度隱形 所以熊外衛星特別對世界各地的武器發放 非常清楚至敏感 所以在這情況下 高昌速武器的發射當然都逃避不過 天璣熊外衛星的偵測 美國出到第三代 接下來都不停更新這套系統 以及他們的敏感度 所以可以這麼說 就算美國雖然發展高昌速武器不太成功 但反過來 他們的衛星由以往 就是非常敏感的偵測 以及做耳目的情況 因為他們的覆蓋範圍 可以去到很高 甚至乎預測到2029年 會有差不多5萬7千顆的衛星 環繞著近地軌道地球上 所以你都幾明顯看到 在這個數量之下 自然大概比例有七成或以上 都是屬於來自美國的衛星 大家就能夠估計得到 就是美國無論在民用和軍用上的衛星 都會緊密地監控著地球 在這個情況下 衛星真的多了一個位置 會不會像卡通片一樣 到時衛星都可以一粒粒的時候 像一粒細胞一樣 最後組合成為一粒很大的巨大的機械人 巨大的怪獸 然後一次過把這些飛彈擊毀 甚至乎還可以做其他任務 當然這就相當科幻了 但世事沒什麼就沒可能 很多東西都首先是源自於人類的想像力 所以我們講到今次 如果用到衛星群去攔截太空的武器來計 當然聽上去仍然好像有些比較粗獷 野蠻方式的攔截 但大家細心想一想 如果衛星真的不是我們小時候想像的那種昂貴 以及那麼難發射上去的位置 一次過就能夠射幾百幾千粒的衛星上去的話 一個這麼容易能夠取代更換的武器 事實上可能會成為除了星鏈之外 接下來可能我們要改一改名 將它叫做星盾 會不會真的出現一個我們叫做STAR SHIELD 一個叫做星盾的計劃 其實這個可能在人類文明發展上 都不是一個空談 我們今天在討論到 究竟有沒有可能太空武器的發展 慢慢推進到 用一些衛星群 當然是用一些人工智慧 以及我們講到高度聯網的衛星群 去對一些太空武器 例如我們講到的高速速武器 他們的攔截 如果真的做到 真的會令到世界各國 他們的政治或者外交上 一個很大的轉變 亦都令到很多國家的同盟 很可能因為武器的沒落 突然間破裂、反面 甚至乎究竟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個我們也有待 繼續我們更多的觀察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NHK的軍武器言 大家記得免費給個like 以及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幸有餘力的話 亦都可以透過payme 或者轉數快支持 又或者可以長期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的軍武老虎 我們亦有很多專業的文章 供候大家的光臨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的防衛消息和戰報 和大家再見 拜拜